苏联解体以后 美国不是就对乌克兰实行颜色革命改造吗 在美国的颜色革命掠夺下 民主得乌克兰人口也无声无息的自然减缘了上千万 为了平息和转嫁乌克兰人民对这种肠痛而又漫无边际的苦难生活的愤恨 于是 美国在2014年策划了美丹血腥暴乱 直接导致了乌克兰政权的血腥更迭 赶走了前合法民选总统 在乌克兰扶植和安插了一个直接人选由CIA任命 政策和指令都有CLA指挥的伪政府 乌克兰在这个无耻伪政权德改造下都变成了冷血 没有头脑思考能力和基本人性 只懂得没有理由在谎言和毒品的驱动下去 施暴杀人德炮灰杀人机器 给美国当肉盾德马前卒战争工具 现在美国要把休克疗法德那一套 在乌克兰如法炮制 列出乌克兰之前德420家国企清单 要把他们都见价拍卖 价高者德 小则这些外国国籍德外国人把乌克兰德家当都拍卖光了 他们拍屁股走人了 到时候乌克兰人民等着和叶利钦时代 无声无息消失得千万俄人民一样等着穷死饿死吧 难怪乌克兰人民都开始醒悟 清醒到俄罗斯才是解放乌克兰与基辅这个美国傀儡下的解放者 已经有70多名乌克兰俘虏不愿意被换服和释放回去 自愿加入俄组织的拉赫利尼茨基营和俄军一道并肩战斗 这个先例一开 以后还会更多 自愿建篇